车门机关闭出发 几人意识到传大祸了 此时车门又自动关上 紧接着爬气管伸出 他们赶紧骑上摩托车逃离 突然从爬气管射出一根干扇 朝着他们追拉过去 最后的小伙虎心被击中 此时他的脚已经被关穿 同伴尖转准备见到拔出来 没想到干扇开始了输缩 并偷信他们向后走去 同伴来到车前试图将机关闭 却根本找不到案例 不一会儿 小伙便偷到了砍车盘 他们准备报警 突然从车顶上掉下一具尸体 他们抬头看了上去 这次食人福王 逝隔32年后又出来抓人了 每次出来他要凑齐32个 此时他拿起了锚 瞄准射了过去 两人并一剑双雕 当场毕秘 就这样业无倒数 另一个逃出的小伙 准备求救 没想到 小镇上又掀起了下雨腥风 警察很快展开了调查 他们找到了32年前 唯一逃脱的刘奶奶 刘奶奶带他们 来到了一个生命的罐子前 警察牢里准备打开 突然 里面有东西 不久 纵远部队赶到 他们准备将它倒出来 一探究竟 可半天没反应 用力晃动 出来了 是一只怪鼠 为了找到真相 众人来到了老黑身后 并按住了它 此时 老黑缓缓地将鼠靠了过去 食指向扣后 双手被握紧 紧接着 怪鼠将它取了起来 随后 老黑倒了下去 两眼冒出黑光 并不断出处 不一会儿 它挣脱了出来 小哥将怪鼠 又重新拉了上来 牢里尖撞 一跌就打了过去 为防射线索破坏 众人赶紧阻止了它 就在这时 警报响起 他们收到 浮王踪迹的线索 随后 他们驱车前往 在不远处 他们发现了目标出量 牢里拿出了来福枪 对准轮胎射击 没想到子弹反弹了过来 他再次射箱的玻璃 还是一样 这时 从卡车上 落下一个铁球 老黑门的方向 躲避开来 没想到 铁球又掉张方向 冲了过来 老李赶紧拿出枪 瞄准射击 随着爆炸声响起 他们躲过一劫 就在这时 卡车查的小哥 隐秘驶来 老黑立马呼叫他 让他不要开枪 这是一辆反弹车 但加他连在手的小哥 根本没有理会 拉开保险 在卡车靠近时 他开枪射击 密集的火力 射在车上 却毫无作用 接下来 子弹反弹 两人 被打上了摔子 随后 一个铁球落下 车辆被炸毁 紧接着又落下一颗 老黑的车子 也被炸飞 所幸 他们只是受了点小伤 然而 卡车也追了过来 福王下来了 老李马上 开枪射击 都没有用 再次射击 帽子被打掉 愤怒的福王 射出了飞镖 枪被直接打掉 老黑赶紧找到了加特林 福王也朝他 冲了过来 关键时刻 老黑掰动了撞旁 朝着福王门列开火 随后 老黑被扑倒 过了一会儿 福王站了起来 原来 他刀枪不入 到了晚上 他准备享用晚餐 他拿起了车上的剃刀 女孩害怕急了 没想到机关闭出发 乃车记 也跳着逃离 脚 差点被车吃掉 福王立马追了过去 标枪 射装了女孩的衣服 此时 后面一辆卡车 转了过来 福王就这样死悄悄了 然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